以后你自己的孩子你自己脚听见了吗 别总来麻烦我 来 你把那个姓氏歌给你爹背一遍 来 我姓什么 预备开始 我姓什么 我姓周 我姓什么 我姓李 我不姓李 我姓周 我知道你姓周 但是书上写的是 我姓什么 我姓李 那书来都问了吗 我姓什么 不说我姓周 有说吗 对呀 我姓周 她说我姓周 有说了吗 别 我跟你俩说话 简直是堆牛弹琴 我告诉你啊 你以后上课不许跟我睡觉了 听见了吗 你不说 那学校是梦开心的地方 那我说的是梦想的梦 也不是做梦的梦 那学校是睡觉的地方啊 那家里也不是学习的地方 你今天让我学习的吧 别 合着我说这么半天 你一句也没听进去 那在家有那金刚 不说你就半年了吗 你也没听懂她是啥意思 我承认 我没有你长得好看 行了吧 让我长得这么好看 不都亏了你的功劳吗 拉倒吧 跟我有啥关系啊 人家大家都说了 你长得像爸爸 跟我一点都不像 那要不是你给我生了这张好嘴 我现在能给这嘎嘎说八道吗 你也就真是嘴好 我问你 如果妈妈要是老了 以后走不动了 你能养我吗 当然了 就算我砸锅卖铁 我也养你 那就算你砸锅卖铁 你也养不起我咋办呢 那我就上班挣钱养你 那就算你上班挣钱 你还是养不起我咋办 只要我现在好好学习 我长大一定能养得起你 是 就算你现在好好学习 那你还是养不起我咋办 那我就饿死你行了吧 你真是天哪 正在这种没有用的 我 你知道太阳和月亮有啥区别吗 我不知道 但是我就知道你跟月亮很大 为啥呀 因为 他然后一来你就发不愤 月亮一出来你就兴奋 那能贵我吗 是啊不贵你 毕竟丑跟人见不了我干嘛 不是我让你夸我两句好看就这么难吗 爸爸小偶楼是不是大家都快点学习好了 嗯啊 那知道呢 一般求不孝 没办法吃一些花长相的都会说 这还是一看都学习得掉 我今天说啥我得让你夸我两句你等着 你看见这一百块钱了吗 今天你在不碰到瓶子的情况下把钱拿走 不然你必须得夸我 这不算从来还是同样的规则 只是这一次你不能出这个圈 你把钱拿走不然你还得夸我 妈妈怎么不玩了行吗 不行 妈妈你听过透镜不成十八米 不什么 这 这 哎 你上飞的是什么 嗯 是不是拿我钱呢 没有啊 我跟你说我这钱可是有事不良啊 我再数一遍 妈妈给我 我一数 一 二 三 三 四 九 七 八 九 十 你看还多了呗 我和你你爸又拿我钱了 妈妈 假如我有五百万 你想要多少 嗯 嗯 你有多少 你别客气啊 咱们都是一家 那我想要两百万 我想买个豪车 那我再给你两百万 但是你再买个别墅 那我又要那种和景玩 就是能看见天空和大海的那种 没问题 妈妈 那我都给你这么多了 你能不能给我二百块钱 给我买个玩具啊 那可不行啊 你都多少玩具了 那我再给你五十万 买鲜买猫随便吧 正好多来二百给你啊 谢谢妈妈 哎不对啊 嗯 那你还有五十万呢 那我把那五十万也给你 不行吧 哈哈哈哈 这可算不错 行那你去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姑娘 你当初为什么选择我做你的妈妈呀 嗯 因为我会有数字幕 哈哈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 你要是没有事 你就好好学学习行不行 别成天在这玩儿了 哎呀妈咪 别生气呀 我希望你平平安安 你怎么还突然间这么关心我呢 妈妈虽然不是很优秀 但是我一定会努力的 我争取把我的一切都给你 你说的是不是你 我再有 你 我有能力炒火啊 我不用你操心 那我就放心了 我可不要后半辈子给你回来几个 啊 你能不能有点耐心 他还小呢 怕 行 那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用一个成语来形容一下我的心情 非常的开心 哎我跟你说啊 今天一个好久没联系的同学 他突然间问我在不在 你说我咋回他呀 嗯 那你还能说你不在呀 那 那我怕他管我借钱嘛 你有钱吗 你 你说谁没钱呢 说别人我都对不起你 不是 那我小心点也没错呀 这年头骗子那么多 你放心吧 你都入不了人家的那眼 喂 你这孩子 那你这能入不了人家的眼吗 那我不知道 反正我就知道我迷你眼了 你这要去哪儿啊 我回我老家 我老家比较安全 你 哎 不用吧 你回你老家干啥呀 你看你表现这么好 要不然我奖励奖励你吧 你奖励我 啊 雪糕棒棒棒糖玩具随便选 咋样 我奖励奖励 那你想要啥 我想让你回娘家 送我几天情景 不是 你这还 你新眼子是不是都用我身上了 那不和你一样吗 我又咋的了 那新眼子 不也都用我身上了吗 你要是用你自己身上 我早又重复二代了 还用在这数钱吗 妈妈 我有个挣钱在找 三天二十万 你去不去 啥找啊 只要你跟我说三句话就行 行 小火车 车机不错呀 给我转到这么老远 你这是要带我去赚钱吗 咋不是呢 我看你这是要给我送走吧 你成天就是要弃我啊 你看看人家 一年赚好几百万 我一年能赚几十万也行啊 那你老爷好像赚三千万 一年力气都是五十万 我要是有三千万 我还筹那五十万呢 你想要有三千万 我也有办法 你有啥办法呀 一往银行卡里存二十个亿 那不就得了吗 你竟说那废话 我一天我咋能跟你成母女呢 你这还看不明白吗 上辈子不是我做的坏事 就是你做饿多多 你忍着吧 有你 我就发现我自从哪儿嫁给你 我就再也没体会过被人追的感觉 那好办呢 你去超市买点东西 不给人钱 马上就有人来追你 你看你的西游记行吗 我说的是那个意思吗 那你啥意思 你一天哪 我那意思是 美不美 我那意思是 他不得露个大腿吗 实在不行 我也露个大腿呗 你看人家唐兄 他天天被人追 他漏大腿了吗 那能一样吗 还是怪人送我公 他穿暴纹啦 还是怪猪八戒才漏肚皮啦 还是怪人杀和 让他烫头发啦 他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啥意思啊 你一天哪 这么长时间没有用的 等我老来的 就算你是普天老祖 我也给你打出水一辆 今天怎么才到两个星人啊 妈妈不生气 就能多生个星 没事妈妈也没生气 去玩去吧 不生气不生气 闺女是我亲生的 她学习不好 肯定是有我的责任 她没学好就是我没教好 没关系 人非生贤 熟能无过吗 你笑什么笑 我没笑 你还没笑 你不知道女儿都随你呀 你还不赶紧带她洗脑去 爸爸 你怎么那么疼啊 你们俩说啥呢 没说什么呀 我们来说这个 治高阳干局大白皮呢 她是治高育儿研究中心 与意大利儿童皮肤医生 专为新生儿育敏感推荷机 研发的喜惯会议 八大零添加 退取进口有机阳干局 触碗肌肤负敏感 像妈妈的手 温和的呵护宝宝的肌肤 那你俩快点 一会儿该睡觉了 那我知道了 你不觉得咱俩现在太听话了吗 他让咱俩干啥咱俩就干啥 一点自由都没有 那咱俩呢 我们必须得反抗 对 得反抗 但是我支持你 那你们俩的有完没完啦 你再说我可睡呢 我不困 我不睡 你说好了你不睡是不是啊 你呢 你睡不睡 我睡 我通常就是睡 行 来来来 你都回屋一趟啊 我疲惫了 我疲惫了